在桥面破碎以后 那么才先把这个一米厚的量在里面 那么估计呢 在这个桥上有可能的这个生还者 坍塌的桥面超过200米 由于桥面坍塌后留下的巨型水泥块 给现场搜救带来很大困难 现场救援指挥部决定分断清理 从昨天事故发生到现在 两千多名公安民警 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在现场全力救援 搜救人员使用了包括三台 生命碳内设备反复探查 桥下近高8米 由于此桥从诸州市闹市 桥面破碎以后 那么才先把这个一米厚的量在里面 那么估计呢 在这个桥上有可能的这个生还者 坍塌的桥面超过200米 由于桥面坍塌后留下的巨型水泥块 给现场搜救带来很大困难 现场救援指挥部决定分断清理 从昨天事故发生到现在 两千多名公安民警 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在现场全力救援 搜救人员使用了包括三台 生命碳内设备反复探查 桥下近高8米 由于此桥从诸州市闹市 那边判搜救人员使用了